耶 刚刚大家欣赏了 mad world go away 灵魂使者 艾未央还有寒夜 看得开心吗 开心 我看你们看我的眼神我就知道你们不记得了 我特地看了一下 小艾好棒棒哦 我真的不记得 那我们这个MC话题是什么 话题是 就是大家都会有的烦恼 就是过年回家爸妈对你有什么 吐槽 下面有一个睡着了 不要吵醒他 实在是太困了 好的 接下来我们声音小一点 不要打扰他 有什么吐槽呢 王王你先来 就是我平时不是 我平时不是穿衣服的时候 都特别man嘛 然后就是运动风嘛 就是休闲运动风 然后后来我这次回家的时候 刚好带回去一套 就是黑色的衣服 然后短裤 然后长靴子 然后一个风衣外套 就是我在回家发微博的那一套 然后结果我有一天 就去找我朋友 然后就穿了那一套 然后我妈就说 哇你今天穿这么好看 明天这一套都给我吧 对耶 我看见毛毛妈妈的时候 就是都穿着毛毛的衣服 她全穿的是我的衣服 是我妈妈也特别喜欢穿我 就是穿我的衣服 就是她说她特别喜欢紧身的 但是我特别喜欢宽松你知道吗 她穿我就特别紧 那你妈胖了 她胖了 我妈不胖了 我妈跟我一样瘦 但是我妈就是 什么 我妈 你怎么好意思说这种话呢 应该是你妈跟我一样瘦 那我妈还比你胖点 但是我妈你说的 几十 四十五十 嗯 老女 不好意思 把人家吵醒了 醒了 哎 为什么说到老女人你就醒了呢 能不能采访你一下 被老女人伤害过我觉得可能是 不是啊 叫你们小声点 就您知不知道刚刚 为了不吵醒您 我们还故意降低了音量 对 做梦了 不客气 不客气 又不是不知道我们的那个 就是 捐钱的 投资的 二维码 请打在这儿 救救孩子 所以请开始你的表演 和老女人的表演 没有没有 就是我妈都这么大把年纪了 你知道吗 她穿我的超短裤 可是我觉得女人每到一个年纪 就有不同的韵味啊 对啊 可是她这个年纪应该穿 稍微长一点 可是 穿这么短啊 到这儿啊 没有啊 穿我的假腿 穿我的靴子 但是我觉得你妈妈穿着 比你穿着好看 她腿细 对 是真的 妈妈比妈妈瘦好多 然后丹妮还在这边很认识说 是真的 好 想爱你呢 我啊 就是 我记得 我是 也是去年还是前年 也是春节的时候 然后我给我爸买了一套 就是 买了一件外套 然后是那种 类似于西装 但是又戴着一种皮衣的感觉 然后我爸看到之后就 像个保镖 然后 我从来没有见她穿过 真的 我都不知道她放哪儿了 贵吗 不记得了 那没贵 不贵的话就扔了吧 反正你的眼光也不咋地 不 小爱现在是厉害的设计师 对吧 下面 下面有个粉丝这样 你再说一遍 小爱现在是厉害的设计师 谁 不告诉你 我粉丝咋地 没事 没事 我就想夸她 表演得好 那思思呢 刚刚做那个表情 那是花钱请来的吧 我觉得吧 就是 我爸妈都是没吐槽我什么 但是中心不是 有时候 你们大家的家长 妈妈会去中心吗 我就发现 阿姨们特别的厉害 我有一次就是洗完头 然后把头发用毛巾 包了一个像阿拉伯人一样的 然后贴了一张黑面膜 戴了一副框架眼镜 穿了一套很邋遢的衣服 走在那个 就是走在那个 去打水 去打喝的水 对走廊 我就觉得别人肯定不认识我 就是迎面走来一个 就是我一点都不认得的阿姨 她说哦 思思啊 我就想 哇塞 好厉害哦 我这样都能知道我是谁 你可能前面说话了 没说呀 真的 怎么跟我妈呀 我打扮成那样 我敢跟谁说话呀 你知道吗 过年的时候丹妮来我家玩 然后那天我妈刚好上夜班 然后她就七点钟从家出发嘛 然后我接完丹妮 然后我们来地铁地铁站那种走出来 从地铁站走出来 我妈刚好进地铁站 我妈就走一走 诶 丹妮丹妮 她死不喊我 我刚才一愣 我说诶 她阿姨 然后她妈没有看见她 对 我妈没认出来我 然后就看丹妮了 我当时 好吧 丹妮 我的话 我妈一般不怎么吐槽我 但是以前我们 就是学校的男孩子 会吐槽我们 就是不够时尚 你们现在还有男生啊 你知道吗 她们可是当年 实际上什么 时尚巴沙这种书 都是她们给我们推荐的 说你要经常去看看 时尚巴沙这种书啊 我以为 时尚巴沙都是她们主创的 都是她们推荐的 没有 她们每次要带着过来 然后让我们翻阅一下 以前我们的时尚全靠她们 都觉得人家才是正儿八经的女孩子 对 是真的 都是这样子的 好 说了这么多 那么请欣赏接下来的这首歌曲 名字叫做 等一下 我刚刚看见一个人在玩手机 你是想把她请上来玩吗 还是要一起挑换呢 然后我看到她的服装 就是穿衣品 我就 我终于知道她为什么了 因为不认真听我们讲话 以后要认真听我们讲时尚了 对 对 好 非常地时尚 对 好 那要不要跳换这首歌呢 对 那就换换换 好换吧换吧来吧 换啥呀 换换衣服 换衣服 你知道 好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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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